观察则网消息5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网站5月5日更新修改了美台关系事实清单 在更新后的内容中美方删除了先前版本 关于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美国不支持台独独立 台湾独立等表述 有分析认为美方此举违背了此前就台湾问题做出的郑重承诺 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 赵立坚回应到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赵立坚表示 历史不可创改 事实不可否认 是非不能歪曲 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 就台湾问题和一中原则做出了郑重承诺 现在美方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事 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的小动作 这种在台湾问题上搞政治操弄 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 必将人火烧身 美方应该格首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格首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 后面还有最起码还有三千字 省略 差不多都是在讲这个吧 有885个朋友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讨论 有个叫1870 有个叫 任幻想的朋友 他回答了 获得了1870个朋友的认同 他说应该要仔细看好原文 这里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东东啊 他说在原版页面里是这样描述的美国和台湾之间有着稳定的非官方关系 1979年美中联合公报将外交承认从台北改为北京 美国在联合公报中 美国在联合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 等等啊 还是上面那个 讲的那些个东西 他说在新版本里面就完全变了样 作为领先的民主和技术实体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重要伙伴美国和台湾有着相似的价值观深厚的商业和经济联系以及牢固的民间联系 这些是我们有意的基石 当然他说的这是美国官方公布的文件啊 这个不是他这个携手认为的啊 美国和台湾啊 要扩大交往的动力 通过台湾关系法授权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台湾学会开展美国与台湾非官方关系 我们与台湾的合作不断扩大 台湾已成为美国在贸易投资健康半导体 及其他供应链的这个投资的科技的教育的民主价值方面的重要伙伴 美国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 虽然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 但我们有的强大的非官方关系 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持久利益 根据台湾关系法 美国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和服务 以使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美国继续鼓励按照台湾人民的意愿和最大利益 解决两岸的分歧 他说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 原先的描述在上海公报里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描述 转而仅仅描述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二将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放到了重要优先级 而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退居其次 三 去掉了美国不支持台独的描述 转而描述为为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资和服务 于是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不再描述上海公报里支持两岸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而是改为鼓励按照台湾人民的意愿和最大利益 和平解决两岸分歧 也就是说 拜登政府正在逐渐的放弃了所谓的战略的模糊 开始明确的表达自己支持台湾永久维持现状 甚至不反对维持现状的态度立场 这个会是动摇中美关系根本的改变 至于这些动作的原因 猜测还是选举相关因素更多 临近中期选举台湾牌和中国牌 又一次成为了重心 好几个战场州都出现了候选人负责指责对方通共的可笑场景 由此可见 这个选举策略的激烈和必要性 而民主党政府为了争取选票 很可能会在经济策略失败的时候 强行打台湾牌和中国牌 再来转移注意力 评论 你确定这些人是真的站在中国大陆一边的吗 这位朋友回答的 呃 叫做冯海顿鱼 有649个朋友 同意他的观点 他说有必要强调一个观点 台湾问题出现是国内国共内战的结果 台湾的兴起可以是民族认同的问题 也可以是外力干涉的问题 但归根结底是中国内政 台海问题本质绝不可能是中美博弈 谁没事拿自己的主权领土和外国博弈啊 不能被西方的舆论带偏 把台湾的问题当成国际事务去讨论 删除涉台重要表述 新增对台的六项保证 啊这个是很重要啊 对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表述 逐渐的弱化 报道到很到位 这一这意味着中国在美国在一个中国的政策上在切香肠 未来会进一步提高美台实质关系 外交部回应是老一套 军队士兵操练也是常规的动作 只要外交部不提言之不语 军队不擦枪走火 就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问题是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 除了抗议军演保持所谓的战略定力 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反击的手段了吗 我不觉得 台海问题本质在台湾而非美国 面对美国政客凭空照牌屡屡挑衅 既然无法像俄罗斯一样通过战争一劳容易解决问题 为什么不许美国对台配合美国的挑衅行为展开 经济制裁提高关税禁止关键的商品出口 嘴上喊着放弃幻想实际是一会再会 台美政府吃到的甜头 凭什么不进一步配合美国切香肠拿好处 换言之 经济制裁的代价是不愿付出 又凭什么让台委政府让美国相信大陆 改于武统改于亮剑 真的两人犯愁 知乎热搜榜二 他不叫热搜榜 就是叫热榜 第二条是越来越多中资企业把产能转到了越南 这到底是为什么 财经杂志报道我国许多订单转移 多集中在纺织服装家居建材消费电子等等 而纺织服装家居建材行业的产业链 向东南亚转移早已有之 而且很多订单都转到了东南亚 但英式被中企承接 有418个朋友参与了这个讨论 好像有一个王博士 他回答 说人在东南亚不说大的战略格局 仅仅从稍微的 仅仅稍微的从个人体验上讲 不管人家怎么说 主要是自己怎么做 马克思就说过 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越南确实承接了一些中国产能 但大部分都是中低端 且关键物料必须从中国购买 所以转移产能确实是寄宿含量一般 给工人一口饭吃而已 国内年轻人不愿意进场 越南就不一样 年轻人没有更多的出路 骑手的待遇也不咋地 并没有产限有限力 当地年轻人的生活确实有比较大的变化 加班多挣钱多 就可以买智能手机喝喝酒喝喝咖啡 但是工资也花不了几天 所以短期贷款比较有需求 相对来说女生比男生肯干 更有责任心 但也不要一概而论 疫情方面急于躺平 但每天也就两千到三千的确诊 越来越少了也算成功了 中国人在当地算是有钱的 比以前受到更多的尊重 一个技术刚来两周就找到了女朋友 女生很主动不怎么卷 爷爷奶奶辈的一家可能生十个八个小孩 现在年轻人也不怎么生小孩了 就这样可能人口红利期还有十年 摩托车很多就是摩托车的海洋 摩托车和汽车都比国内贵一倍税很高 中国企业很多也普遍缺中国干部 如果国内的年轻人想做点事业 且希望生活幸福指数高一点 可以考虑到越南去做中国干部 通俗点讲眼界决定人生 有个木之野朋友说 老盯着越南干啥呢 借着越南的事说说整体国际形势 越南的发展不是这一两个月的事 也不是因为上海和深圳的疫情 这种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后 各方力量的博弈此时 此彼时已是必然 当然结局也是注定 但随着越南近期楼市的火爆出口 首操深圳的经验 特别是李嘉诚 1800亿高调进入越南房地产 相比国内的冷清 不少人开始就酸了 觉得越南要把深圳甚至广东都超过去了 可是先不讨论逻辑 要是从公平的角度说 凭啥越南GDP就不能超深圳呢 我们总是让西方国家别双标 但自己常常不觉得自己干着双标的事吗 我们国民看待越南的心态 其实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看待中国崛起的态度 并无太大差别 人性其实也都差不多 要求别人指责 别人总是容易 轮到自己做就难 就像疫情防控这事 看看别人阳性觉得好都没事 泱泱的躺平 这有一天自己老婆孩子一家人都阳了 万一住院了 说心里不慌那是假的 我们落实下要细化 要踏实 要较真 问题要负责 眼界要高 维度要长 看得清主干和枝叶 心情要开阔 但是这些个朋友都讲这些个呢 没有讲到越南的正改 据说越南的正改非常非常的厉害 正改才是非常重要核心的东西 谁提前改了 谁走在前面 韩国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日本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知乎榜3 如何评价江南村表示 只要没有房贷压力在一个小城市 挣三四千块钱 可能比北上广 挣一万块钱 生活的更舒服 更从容 江南村是谁啊 财经十一人报导 记者 询问了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村 搞广告的一个大哥 看这大哥长啥呀 这个漂亮啊 漂亮的没法没法的 说 忒经了 咋能这么经啊 给大家贴过来看一下 是这个大哥说的啊 跟前一段时间 那个陈平说在中国挣两千 比在美国挣 两千美金 好像舒服啊 把他骂话 什么玩意 他说什么呢 这位大哥 他说 中国市场 确实存在着消费的分级问题 有些人的消费能力很强 有些人可以进行中等消费 还有一些人可能还在基础性的消费水平 但下沉城市的可分配收入挺好的 因为没人们没有房贷的压力 而只要没有房贷压力 在一个下沉的城市 这个下沉可能就指着十八线小县城吧 挣三四千块钱的人 可能比北上广挣一万块钱 要生活的从容 回到自身业务 江南村说 分纵传媒已经涵盖了 吹牛了吧 算了 不说那个 朋友们评论 说 好大的风说 你说反了吧 没有房贷的压力的情况下 北上的一万块钱 纯纯用来吃喝玩乐 绝对比你小城市三四千爽多了 恰恰是考虑到房价的差距 远比工资差距更大的情况下 回小城市才显得幸福感和性价比比较高 人间观察笔记说 不得不说各位回答都浅显片面 甚至跟自己的职业利益相关绑得太明显了 你去去你资源最多的地方最从容 什么叫资源 现代社会无外乎这三个能力 亲戚 能力亲戚和灰阴关系 你要是闭着眼睛考哈佛牛津得诺贝尔奖 别说是北上广 美利监都来抢你 你要是出生在马某的家庭 你去纽约去赤道 你去无人小岛都从容 你嫁了富二代或者官二代 那你在哪里都可以安家 说完极限的情况 来说说普通人 普通人应该是先看家庭的 如果你家庭已经是中线干部 这篇文章里的主角之一 那就回来吧 反正你在北上也是租房子打拼 最多学点人情事故 就赶紧回省 在那封了 还是个外地人不给你吃的 你说你已经考上博士了 被华为高薪招聘了 做了公务员了 进了华为了 背靠大树好乘梁 最后 如果你没有 考上没有中等以上的家境 又没有非常强悍的市级排名 以上的实力 也没有入罪或者驾到北上广深土豪家庭 那么恭喜你 你跟中国大部分年轻一样的 是一位光荣的无产阶级 你得了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 你可以去一个最远的乡下当村长 你可以留在北上广 继续打拼 你甚至可以出国工作 像凤姐那样 但是记住老师芭蕉 不通人情 没有实力支撑的自由 总会把你害得体无凡夫 你在哪里都不会从容 最后希望大家从自身出发 多思考问题 不要人云也云 先弄清我在这个社会处于什么位置 我的资源是什么 这就是知乎的绑三呢 就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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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